影后深夜发朋友圈 是呢 是个大胖丫头 被人搬到网络后立马炸了 而我第二天就被影后堵在电梯里要个说法 既然你说我有一个孩子 是不是应该赔给我一个 我一脸乖巧 鼓起勇气喊了他一声 妈 眼前的影后脸瞬间黑了 半夜偷偷跑到酒吧跟兄弟朋友们happy 酒过三旬 有人提议完真心话大冒险 本人不幸抽到大冒险 他们要求我按他们说的发一条朋友圈 就这 反正我朋友圈屏蔽了父母 无所畏惧 我痛快地发完给他们看 等等 你这 刚要放下手机接着完 兄弟忽然拦住了我 随后拿起自己的手机看了起来 怎么了 你们刚说的不就是这个 一个字都不差 我骄傲养起脸 兄弟跟旁边的人打了个招呼 拽着我就出球 冷风一吹 我的酒也稍微醒了点 怎么了 你这慌里慌张的 兄弟把自己的手机对到我面前 祖宗 你自己看看你刚刚是用谁的号法的 我莫名其妙 什么谁的号 我的手机又没登过别人的号 肯定是我的号啊 我说着结果他的手机扫了一眼 为什么两分钟前兄弟的朋友圈 没有我的消息 只有柳如烟的消息啊 内容还是我刚说的大冒险 很好 这下剩下残存的酒也彻底醒了 遇到柳如烟果然没好事 那么贵的酒都白喝了 我默默拿起手上的手机 顺畅的指纹解锁 打开绿泡泡 柳如烟的号没错 退回手机主页 看着桌面上的软件 我陷入了沉思 昌啊 我好像出门拿错手机了 博昌无语地看着我 我急忙寻找补救措施 你说如果我现在赶紧再发一条 就说刚刚被盗号了 会有人信吗 博昌沉默地看了几秒手机 好像来不及了 他把手机默默对到我面前 网络话题 隐后隐昏生子 已经在热搜榜第三了 我手间又点了一下刷新 很好 第一了 话题爆了 我感觉我的脑袋也要爆了 昌啊 就我呜呜 我抱着兄弟鬼哭狼好 博昌干笑两声 我眨着眼睛看着他 你难道要见死不救吗 你要眼睁睁看着我 被柳如烟无马分尸 尸骨无存 无体投地 无不四海 好好好我就 可能是看到了热搜 我们回去跟姑娘伴们告别时 他们看我的目光中 都透露着一丝呆滞 两丝敬佩三丝震惊 四丝一言难尽 到博昌家我踏实的倒头大睡一觉 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 兄弟问我拿错的手机怎么办 我思索了一会儿 看了下点 现在都九点了 身为影后那么多通告 他应该早早了吧 等会我悄悄回家看一眼 先把我手机拿回来 我在兄弟家换了身衣服 又戴了口罩帽子 就我这个造型 万一真那么倒霉 不小心撞到柳如烟 他也不可能一眼认出来我 这样我就可以赶紧跑路 出门之前 兄弟郑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脸即将生离死别的悲壮 克强 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鬼鬼祟祟地打开兄弟家门 很好 没人 我们都从小一起长大的 住得很近 柳如烟也知道博昌家地址 以前我惹他 他就来博昌家堵过我好几次 打开门看见外面 没人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唱啊 我走了 我哼着小曲儿愉快地进了电梯 电梯很快到了一楼 我一边理着被帽子压乱的刘海 一边往外走 然而还没出去就被人堵了回来 我顺着低头的角度 看到了对方脚上的鞋 好像是昨天柳如烟 去我家穿的那双 我强装镇定 假装不知道对方是谁的 往旁边让了让 试图从另一边挤出去 结果对方上半身没动 只把腿往旁边伸了伸 腿长了不起啊 不过我五成这样 他怎么认出我的 都没看见脸 难道他每个下来的都堵了一遍 我脑子一转 压低声音道 麻烦让让 头顶传来一声轻哼 克强 你当我下 说着我头顶的帽子 被人一把薅了下来 眼看躲不过去了 我笑得一脸讨好 刘姐姐 这是干嘛呀 有话好好说吗 那张在大荧幕上 都找不出缺点的脸 毫无预兆地对了过来 该说不说 从小看到大我也受不了这刺激啊 好在柳如烟盯了我一会儿 便又重新直起了身来 那我们好好聊聊 既然你说我有一个孩子 是不是应该赔给我一个 我震惊地看着柳如烟 人37度的体温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语 柳如烟丝毫不为所动 我不可置信 你真的要让我赔 柳如烟冷酷点头 行 我咬了咬牙喊道 妈 不就是叫声妈妈 我以前跟他们玩大冒险书了 还冲口叫过妈妈 这波不亏 我得意地看向柳如烟 却发现这家伙黑了脸 我质问道 不是你什么意思 你让我叫妈我叫了 你还不高兴了 那要不我赶紧找个女朋友 生一个然后过季给你 柳如烟脸终于不黑了 绿了 真难伺候 柳如烟咬牙切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乘胜追击 那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不就是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呗 那你自己把你的意思说明白啊 你就一丝一丝 我怎么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啊 柳如烟被我吵得按着脑袋投降认输 好好好 咱先不说孩子的事 你给我造成的名誉损失准备 要不你再发个网络 就说手机被偷了 他斜眼瞪着我 你自己信吗 我又想了想 但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 随后干脆放弃挣扎 用肩膀撞了撞他 并努力捏出夹子音 哎呀刘姐姐 结婚生子不都是早晚的事吗 我只是提前帮你预告了一下而已了 说什么名誉损失啊 柳如烟伸出一根手指 把我的头推远了些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莫名其妙 那还有啥 他抬抬眉 打开手机看看网络 我条件反射的对道 我的手机你说打开就打开啊 说完之后我才反应过来 看着他似笑非笑的神情 我立马掏出手机 开 马上就开 你让摔了都行 昨晚之后我一直没敢再打开网络 准确来说是我一直连手机都没敢再拿出来过 打开网络后我发现热搜第一还没变 不过紧跟其后的第二不知何时变成了 柳如烟曹旭坤 我有些疑惑 曹旭坤 这谁啊 背后的声音莫名音测测的 你点开看看呢 是医院那种蓝白条文的 发布时间是我误发朋友圈之后十分钟 网络下面的评论去炸了 原来姐夫是坤哥 我就知道我磕的CP是真的 这门婚事我同意了 哥哥要好好照顾我们姐姐 太佩了太佩了 我目瞪口呆 某人站在我旁边 被迫又看了一遍评论区 整个人都冒着冷气 我默默退后一步试探了 要不你发个网络澄清一下 柳如烟臭着一张脸 我跟他的剧正在热播 剧方不同意 而且他也没明说 我甘笑两声 哈哈那你去找你们公司公关了 你找我也没用啊 我一介素人 人为言轻的 说着我又悄悄往旁边挪了两步 算计着如何脱身 结果我说到这他更气了 公司现在乐见其成 这个剧他们也投资了 吓得我一哆嗦 大姐那你都没办法了 你来找我能有什么办法 他又一步夸到了我正对面 直勾勾的盯着我 有办法 陪我上个综艺 我猛了 什么玩意 他好脾气的又重复了一遍 陪我上个综艺 我不去 我又不是明星我去干嘛 我社恐 全身上下的细胞都在实力演绎着抗拒 我不管 我是因为你才落到今天这个境地 行 你不讲理就别怪我了 那你一定要讨论是非对错 这件事归根结底也是因为你自己 柳如烟被我的话气笑了 因为我 行 你说说为什么因为我 我理直气壮 要不是你昨天突然过来 还在看电影的时候睡着 咱俩的手机会摆在一起吗 柳如烟愣了一下 那照你这么说 要不是我爸妈昨天把小侄子接到我家 我也不会因为嫌吵出来 这是归根结底 还是我爸妈的错了 我眨把眨把眼撇过头去 那这就是你自己家的事了 你们自己分配吧 他突然伸手在我头上 使劲按了两下 唇盼一出一丝倾笑 你个小没良心的 我把他的爪子扒拉开 终于出了电梯间成功脱困 刚往前走了没两步 我的袖子便被人拉住了 又做什么腰 我回头看不去 却发现某影后大人正低垂着头 一脸委屈 仿佛被人抛弃的小猫猫 鹤强 那个综艺里的嘉宾 除了我都成双成对的 一对是兄妹 一对是夫妻 只有我每次跟飞行嘉宾一组 我这个人你也知道 很慢热 每次跟嘉宾都不熟悉 他们成双成对的在旁边玩 我只能一个人在一边默默的看着 还要被网友说高冷不合去 每次这人每次遇到我死活不同意的事 就用这招 然而事实证明他每次都在坑我 别以为我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无数次 别以为我这次还会心软 行吧 这不是我说的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嘴了 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笑语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不许反悔 合同明天就找人给你寄过来 放心签 内容我都看过的 我就知道他是装的 可恶又被坑了 不过其实 我也挺想亲自会回那个曹旭坤的 这是一档美式综艺 嘉宾分组 要完成任务才能获得美式 综艺是以直播的形式进行的 因为不想招惹是非 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柳如烟开车带我来的想法 果断把他提前赶走了 十分钟后我出门打车 路上我给自己立好了人设 低调内敛温和有理的帅少年 路上导演特意询问了我车牌号 刚一下车镜头便对到了我脸上 综艺是老牌综艺 更何况还有影后加盟 刚一开播便是弹幕满平飞 影后官宣后的综艺首秀 激动期待 节目组不会倒是 应该把坤哥也请来 这谁 怎么还坐出租车来 笑死 节目组没钱了吗 哥哪找来凑数的 看着快速飘过的弹幕 我在心中哼笑 打车来是因为 本少爷车库里的车过于张扬 不符合我低调内敛的人设 克强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猛了 这人怎么又跑我后面去了 我假装没听见 一边跟工作人员打招呼 一边快步往里走 奈何柳如烟身高腿长 阴魂不散 三两步便追了上来 直接伸手按住了我的脑袋 拜托 你都多大人了 怎么还搞小学生那套 我猛地回头 甩掉脑袋上的爪子 然后努力做出一副惊喜的表情 啊 刘影后好巧哦 我一边说一边朝他眨眼 希望他能明白我的意思 跟我保持距离 然而并没有用 并且从柳如烟喊我的时候开始 弹幕便已经消停不下来了 敬业刘姐 刚生完孩子就出来挣奶粉钱了 姐 姐夫还好吗 刘影后居然认识刚刚那男的 哈哈这个小哥笑死了 实力演义皮笑肉不笑 新嘉宾职业竞猜 首先排除演员 柳如烟看着我的眼睛口出狂言 鹤强你怎么了 眼睛不舒服 早上出门不还好好的吗 说着居然还想贴上来再仔细看看 我一下子就推开了 咬牙切齿的 我没事 好得很 随后小声补充道 你要是离我远点的话 我会更好 柳如烟听后装模作样地点点头 随后猛地把胳膊搭上了我的边膀 勾着我的脖子转向镜头 大家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小竹马 我完了 低调随我远去了 希望录完节目回家的路上 我不会被他的男友粉们手撕了 柳如烟带我来这个综艺一定是为了报复我 柳如烟这一举动 可突然的爆料更是直接炸了弹幕 青梅竹马我刚要磕 猛然想起来隐后不是都有娃了吗 昆哥看到的多难受 都有孩子了还这么没有纷纷感 这男的一看就是那种小白脸 不想看了 柳如烟就这么勾着我往里走 我想要睁开他还在我耳边巧声威胁我 你乖乖跟着我 我保证你在这个节目组是像的喝辣的 要不然 肚子去吧 笑死 本先生是会为了那无斗米折腰的人吗 主要是为了当着全国观众粉丝朋友们的面 给影后一个面子而已 我跟柳如烟进屋时 那对夫妻已经到了 兄妹组也很快到起 四个人中只有丈夫和妹妹是演员 那位妻子是导演 而哥哥是经纪员 他们两位都是没有在公众面前 正式路过面壁幕后工作人员 他们的职业是作为开放性任务 交给观众们去猜的 猜对有假 所以很明显 这一期观众们的任务是猜我的职业 开始吧导演 或者三人行 十几分钟后 果然又有一辆银白色轿车停在了门前 车门打开 率先映入眼帘的是正亮的皮鞋 随后一个穿着宽松白西服的男子 从车上走了下来 阿烟 他一下车便直奔柳如烟 这角柔造作的声音听得我一阵恶寒 柳如烟挨挨着我 我清晰地感觉他抖了一下 然后往我身后挪了挪 还推了我一把 我真的嫌 你的桃花你把我推出去 柳如烟还在我耳边异正刺烟 你发错朋友圈招来的 你给我解决 要不您把自己脸滑滑了再试试看 还能不能招来 男人出现的时候 弹幕便开始飞得像雪花一样 节目组牛逼 居然真把曹旭坤找来了 曹柳CP是真的 官配都来了 那个姓赫的怎么还好意思 站着刘影后旁边的位置不走 我要是赫强我现在尴尬死了都 怎么感觉刘影后躲着坤哥似的 导演这时又重新拿起了喇叭 好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本期的嘉宾都已到齐 那么两位飞行嘉宾的分组 将由抽签决定 鉴于影后目前自己一组 所以由影后先抽签 剩下的一位飞行嘉宾 在进行抽签选择 柳如烟连了脸眼瞼 在我耳边巧声道 节目组要搞事 放心 且肯定抽到你 我撇了撇嘴 就你那运气 你可省省吧 说话间 工作人员拿着一个小盒子 走到柳如烟面前 盒子里有两张纸条 分别写着两位飞行嘉宾的名字 请抽取 柳如烟挑挑眉 把手伸进去 从容地拿出一个纸团 打开后 他主动对着镜头展示 我凑过去看 居然真的是我 我抬头发现导演皱着眉 脸色似乎不是很好的样子 曹徐坤也背着镜头瞪了我一眼 千是柳如烟抽的你瞪他呀 曹徐坤不情不愿地前去抽签 最后抽到了兄妹那组 弹幕一片唏嘘 我的CP 节目组不懂事 笑死 刘影后皱着眉一脸不情愿 只有我觉得青梅竹马CP也很好嗑吗 楼上只有你 弹幕炒得在胸 分组也已经定下来了 第一道菜是孜然羊肉 比拼项目是射箭 每人射五次 鉴于有一组是三人 所以各组比平均还数 多的一组就可以吃到美食 比试正要开始之前 曹徐坤突然说了一句 好久没吃羊肉了 语气中透露着一丝渴望 说完朝柳如烟看了一眼 柳如烟面无表情 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见 我也没在意 继续想着孜然羊肉 丝还挺香 早上有点紧张都没怎么吃 正当我试图在脑海中回忆 之前曾在网上看过的射箭视频时 头顶突然一沉 柳如烟又不安分了 怎么想吃 低沉雌性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忙着回忆射箭步骤 我难得没对他点点头 他轻笑一声 行 知道了 我看他一眼 莫名其妙 我知道你会射箭了 问题是我不会啊 你知道有什么用 你总不能每件都射到20环吧 公平起见 没给大家试的机会 比试直接正式开始 第一组上场的是那对夫妻 两人似乎都会一点 好难 由于曹旭坤说他从来没射过键 想再多看看 所以我跟柳如烟是第二组 柳如烟拍了拍我的头 好好看着点 说完便自信地走了过去 我看着他日常装逼的背影 嫌弃的撇撇嘴 粉丝照就被他迷得找不着呗 柳影后 坤哥说他想吃 你应该懂吧 柳影后刚肯定跟他小竹马说 把羊肉让给他老公 你看他一脸不高兴 柳如烟之前为了一部武装剧 特意去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射箭 当时被狗仔拍到网上 粉丝大肆宣扬他的敬业精神 他很快摆出专业的姿势 弹幕直呼好美 一件十环 两件十环 五件都是十环 弹幕又炸了 柳姐一如既往的美丽 柳影后你这样会没老公的 柳影后到底还是在赢游戏 和红老公之间选择了游戏 侄女的胜负欲 你们懂什么 没看坤哥都看只眼了 柳如烟射完直接把弓箭塞到了我手里 看着刚才柳如烟轻松的样子 我又觉得我行了 我自信拉宫 九环 正要激动庆祝的时候我发现 九环是没错 但我好像射错靶子了 曹旭坤在旁边笑得阴阳怪气 贺先生怎么尽喜欢瞄别人的靶子 我没理会他 继续认真射出第二件三环 不过最起码是在自家靶子上了 最终五件全部射完后 我的平均成绩是三环 加上柳如烟的我们组的平均成绩是六点五环 我遗憾地扎扎嘴 自然羊肉离我远去了 三人组似乎都不会射减 兄妹俩勉勉强强都射到了五六环 曹旭坤干脆直接拖把了好几次 我幸灾乐祸 我好歹还射到靶子上了 曹先生这是干脆无中生有啊 曹旭坤脸都黑了 弹幕一群人骂我 笑死 哥又不混娱乐圈 谁惯着他 我贺强有仇必报 最终三人组平均成绩只有五环 成功垫底 曹旭坤露出一副自责的表情 对他的组员道 对不起啊 都怪我太笨了 拖了你们的后腿 两人忙摆摆手说没事 又安慰了他几句 弹幕都是心疼 坤哥这是不怪你 谁都有不擅长的 你可是拿过影帝的人 不像旁边那个啥啥都不行 看看人坤哥 再看看旁边那个 拖累了刘姐一句话没有 还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自然羊肉很快被端到了夫妻俩面前的桌子上 我看了一眼默默的撇过头去 看不见就不会了 柳如烟又凑过来 缠了 我瞪了他一眼 抬头时发现曹旭坤正看着柳如烟 我看了会儿 发现曹旭坤一会儿望眼欲穿的看着羊肉 一会儿望眼欲穿的看着柳如烟 也不知道他影帝是怎么当上的 看羊肉和看柳如烟怎么一个眼神 回过神来我发现 柳如烟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走到了那对夫妻面前 郑导 清哥 这么大一盘肉 你们吃不了吧 行情好分我们点呗 柳如烟嬉皮笑脸的说道 曹旭坤看到这一幕眼睛顿时亮了 还面带娇羞 宋清转头看向妻子 郑导眼珠子一转 可以啊 不过不能白给你 你得拿东西来还 柳如烟谨慎慎询问 什么东西 不会是队友吧 郑导乐了 我要你队友干嘛 柳如烟故作思考 则也是 他那脑子我倒贴钱都没人要 郑导没在卖关子 这样 你说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秘密 我们就分你一半 柳如烟一听十分爽快 行啊没问题 弹幕高兴了 郑导我永远的神 什么时候结的婚 讲讲你们的爱情故事吧 求求了 孩子他爸到底是谁 拜托楼上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不要浪费刘姐讲秘密的机会好吗 万众瞩目中柳如烟开口了 那就说一个最近的秘密吧 他轻笑了一声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前几天某人拿错了我的手机 还输了大冒险 勿用我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而已 秘密确实是秘密 效果也是十分的炸裂 什么意思 我怎么没懂 是说结婚有孩子那条吗 所以影后其实没结婚 那曹旭坤什么意思 硬蹭 某人是谁 是贺强吗 是贺强吧 青梅竹马CP我先刻为警 听到柳如烟的话 曹旭坤的脸色瞬间就白了 我看着柳如烟乐颠颠地捧着一碗羊肉跑过来 瞇了瞇眼 你不是说不能直接澄清 柳如烟理直气壮 对啊 我没澄清啊 我只是按照正导的要求说一个秘密而已 当时只能想到这一个了 我也没办法 我一边吃着柳如烟用秘密换来的羊肉 一边嘟囔了一句 我看你就是想坑我 那边正导问兄妹组 要不要也用秘密换羊肉 妹妹显然有些心动 被身为她经纪人的亲哥一眼瞪回去了 曹旭坤因为柳如烟刚才的话明显走神 显然也没了胃口 于是大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 便很快进入第二轮比试 第一轮比的试题 第二轮比的辨试制 识到各种类型的题目 三组抢答 答对一题得一分 抢答答错扣三分 最终得分最高的一组可以获得美识 前几道题都是一些常识性问题 除了柳如烟抢到了一题 剩下的都被兄妹组抢到 均回答正确 于是五道题过后 我跟柳如烟组一分 兄妹组四分 夫妻组零分 然而从第六题开始题目难度飙升 但演员妹妹依旧保持着之前的手速 飞快抢下答题拳后 眼巴巴瞅着哥哥 被亲哥哥脸打了两个脑瓜帮 第八道题终于老实了 于是我的老年人手速终于抢到一次 主要原因是可能前车之鉴在旁边 看着被扣成复分的兄妹组 大家都不敢动手了吧 笑死 我看他每道题都在抢 终于抢到一次 完了 我有预感留见那孤零零的一分 马上就要变成副术 这题好偏啊 他会吗 曹旭坤可能是本周我不好过 你也别好过的自暴自弃精神 又开始阴阳我 真没想到贺强还是学霸呢 我瞥了他一眼 准确地说出答案 分数加一 我微微一笑 毕竟我不像坤哥 是公众人物信息透明 你没想到的还多着呢 看到曹旭坤再次亲一阵白一阵的脸 我舒服了 第九道题被郑导抢到并达队 最后一道题没有人抢 又花落我家 于是最终 我跟柳如烟以三分的成绩勇夺第一 夫妻组一分 兄妹组夫二 这次赢得的美食是生煎 导演组很会搞事 我和柳如烟面前的桌子上 很快摆上了一分六个生煎 节目录制到现在已经临近中午 大家都有些饿了 我对了对柳如烟 他很快回忆 成了两个生煎 端到了郑导他们面前 柳如烟笑嘻嘻道 郑导清哥 感谢你们刚刚的慷慨解脑 小的来报恩了 哎呦 谢谢小柳 你清哥最爱吃生煎了 柳如烟刚回来 兄妹组的妹妹就过来了 她有些不好意思 柳姐 能给我跟哥哥俩生煎吗 早上出门急没吃饭 说完又急忙表示 柳姐你放心 下局我们要是赢了绝对第一个分给你们 小孩一脸殷切地望着她 曹旭坤也在旁边蠢蠢欲动 结果柳如烟直接双手一摊 抱歉啊 我就这么一分 我家贺强拿了两分 我就是个吃软饭的 做不了主 对方瞬间了然 转头望向我 小强哥拜托拜托 我们以后一定会还的 我爽快答应 不过妹妹 能给哥哥张签名照吗 对方眼睛亮了亮 当然没问题 这趟来的值 博昌可是他的哥哥粉 绝对能卖个好价钱 我一边啃着生煎一边在心里美滋滋 就是怎么感觉柳如烟的脸色好像不太好 一定是错觉 救命 柳如烟和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吃软饭的好好笑 我磕 我磕还不行吗 看出来了 三组各拍九张照片发到网络 点赞最多的一组即可赢得最终的胜利 拍摄期间直播将暂时关闭 节目组给我们三组准备了各自的拍摄范围 以及化妆师和摄影师等 拍摄主题由各组自由选择 柳大影后 我们怎么拍啊 我看向他 柳如烟冲我神秘的眨眨眼睛 放心交给我 你什么都不用管 他又去旁边跟化妆师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随后便直接把我推进了化妆间 你就在这安心化妆吧 我看着他潇洒离去的背影 和化妆师激动的表情 总感觉没啥好事呢 我把目光投向了一连 我知道大瓜快来问我表情的化妆师 我露出和善的微笑 小哥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 没想到小哥守口如瓶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不过我一定会把你画得超漂亮的 不用吧 就是拍个照而已 画那么漂亮干嘛 主要得符合拍照主题嘛 然而认我再怎么问 化妆师小哥再也没透露半本子 套话计划失败 算了 相信他一次吧 做完造型后柳如烟还没回来 我一边跟小哥闲聊 一边吃着节目组准备的小零食 不得不说 当个悠闲的废物真爽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来敲门 贺先生 留影后请您去后面的花园 我还真挺好奇柳如烟 能整出来什么样的惊喜的 然而离花园越来越近 我感觉我的心跳越来越快 以前上学时一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下一个被老师点到名的就是我 我站在屋里默默平复了一下心情 随后缓缓推开了后花园的门 那一瞬间